观众们 欢迎插播最新消息 来关心位在花莲嘉山基地的空军校准部 有十多名官兵 昨天吃完了午餐与晚餐之后 陆续出现了腹泻 呕吐等等症状 今天陆续送医救治 其中七名患者是志愿医 三名是教招人员 花莲县卫生局接获通报后 已经派人采样 目前不排除是食物中毒 这是我们收到最新消息 我是方彦迪 主播工作让我学习 请听所有人的意见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断 也许我们无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从新闻里看进每一道风景 我是方彦迪 请你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要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